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遠區教學 我想老師都知道為什麼 要來啦 像這個禮拜 台中市 中小學 就要一起演練嘛 其實在上禮拜上上禮拜有很多學校都已經怎麼樣 開始就自己學校裡面的在做測試 雖然現在疫情有趨緩一點 不過其實 我們還是盡量有先準備啦 所以老師先稍微熟悉一下 那了解一下到底遠區跟您在現場教學 差別在哪裡有什麼地方要注意的 那其實我相信老師很快就可以這樣走 那我們呢 剛剛有跟老師提過 就是我們上課錄影片會放在這邊 像上禮拜的兩個禮拜前的我們也在裡面 所以您從這邊打開 就可以進入到 我的雲端念碟裡面 你就要看第一場還是第二場次的 像這樣點開 你就可以看到 那這個呢我都會把標題一下 所以 您哪一個地方不了解的 你就點開那段影片看就好了 我不會說讓您 邊看邊找 這樣你會很辛苦 OK好這是 第一個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在正式開始之前呢 我先 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 跟 遠距離沒有關係 但是跟老師製作教材有關係 老師如果說 你在簡報裡面 在影片裡面 甚至報告裡面 你要把影像做去背難不難 要不要學什麼 要不要學什麼 fotoshock 要不要學一些 影像處理軟體 需要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徵求一位老師來前面跟我玩一下 我們可以編大字 老師我們鏡頭在那 好 鏡頭在那 不錯不錯 來 我們準備囉 請您看那一顆鏡頭 好 一二 看那一顆 好看那一顆 對那一顆 好一二三 YE 好 請問老師這樣可以接受嗎 要不要重拍一張 OK啊 很好啊 可以喔 好感謝老師 謝謝謝謝 那我問一下老師喔 請問這一張如果要去背 你覺得容易嗎 去什麼 把背景去掉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 好 好 剛剛那一張老師算回去我還可以叫他回來 在這裡 老師不用回 這一張 我要把這些背景去掉您覺得容易嗎 好像還是有點困難對不對 所以說 來 我們的重點來了 這篇我的部落文章來看一下 這個 您進到這個服務之後 現在AI 這樣嗎 附近很多好嗎 已經不再是只有高科技才有用到AI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有很多應用 您都可以用 那您看 我從下面這裡 就進到這個網址 點進去 剛剛我已經把老師的照片 把它 把它複製在有剪製在我剪皮部裡面了 好您進來之後 它預設已經有剪體中文 我們就 把它貼上 Ctrl加V就好了 有沒有不小心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太快 會嗎 還是老師我們要再拍一張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對不對 那 他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編輯的功能 你看下面 如果我覺得 我只是要跟老師 做那個 有沒有 單眼相機 那種 焦距 對好的 有景深的 我就按一下就好了 如果我跟老師有偷偷出去玩 應該知道我們就會變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您可不可以自己上 上傳照片 當然可以了 在這裡 你也可以自己上傳自己的照片 當然 您也可以自行選擇 我想要用什麼顏色的 老師這樣有沒有發現 以後大頭照去哪裡拍 你應該很清楚吧 手機拿出來 就拍了 對不對 這個網站手機也可以看了 因為都不用安裝APP 你就直接用啊 那你就看你要去哪裡 有沒有 換什麼顏色是不是都可以 好 那如果你要變回透明 就點這個 當然他又有一些基本的 有沒有 影像編輯的工具 萬一他真的有一些地方去的不好 有一些地方去的不好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地方沒有做好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把它稍微清除 對不對 好那當然你可以清除就可以回復 不只是這裡的回復喔 萬一這裡有沒有 沒有弄好你還可以插回來 好那他有步驟紀錄在這邊 你真的還原就這樣一個一個還原回去有沒有 你剛剛做什麼事情有沒有都在裡面 都幫你記下來了 這樣 簡單吧 如果好了就按下載 下載 老師有沒有發現 您用到現在 他連 想要問你叫什麼 名字都懶得問你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看到廣告 有嗎 有嗎 好像也沒有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 這樣的服務還不錯 對不對 那 你想看看 這樣的廠商要怎麼生存 對啊 你都不要人家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生存 那開始之前 我先跟你講一下 像老師剛剛這樣子 您在簡報裡面 剛剛我們把它下載了之後 下載之後 那一張照片 我就可以把它拿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去備好的 簡單吧 對不對 所以以後老師您在做教材也好 或者是做影片 這個都可以用得到 他下載下來就是我們講的 PNG這種格式 那我剛提過了這個廠商他怎麼去生存 因為 他在這個地方 如果 您要做 所謂的高解析度的 因為他這邊提供給我們中低解析度 那中低解析度我們在用 螢幕上的大致上都夠 但是如果你要拿去做印刷 比如說你要做海報啦 大張的可能就不夠 這時候就要儲值啦 這樣您了解 所以這個廠商還不錯吧 那您覺得 他只認識人而已嗎 很抱歉喔 兩年多前我認識他的時候 是只認識人啦 但是 你有放寒暑假 他沒放寒暑假 你有睡覺他沒睡覺 因為他是AI嘛 所以他不斷的學習 現在幾乎什麼都認得 所以呢 導師呢 您可以試看看 待會 您就可以 考考他啦 看你要考他什麼 您就找到 適合的照片 你看看 你要考他什麼 比如說 你想要考他 這裡 看一下 考他毛小孩可以嗎 老師想要考他哪一張 你覺得你想要考他哪一張 上次我們老師好像考他這一張 有沒有 您哪一張想要試看看的 其實只有一個原則就是 主題如果很明確的 他選起來大部分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主題只要很明確 這一張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一點難度 自己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對不對 複製就好了 你不用下載 我就來這邊 Ctrl加V貼上去就好了 有沒有不小心 狗就是狗 他就不會選到葉子 下面這個沒辦法 因為葉子跑上來了 有沒有簡單 所以老師呢 您可以稍微試試看 那不只是有生命的 沒生命的也可以喔 比如說您要這個 好沙發 老師你想要看哪一張 你覺得 這個可以嗎 你看 按右鍵 這個主題也很明確 好把它貼上去 有沒有 有沒有大致上是不是都有出來 那我們剛講過不夠的 是不是在進來編輯 啊你哪裡沒去好的 我就來這裡 他很不錯的 他知道茶雞不是你要的 插一插插一插 對不對 欸這裡 太多了插一插插一插 大小你可以自己改變 那這裡 畫太多了 把它怎麼樣 還原回來 還原回來 有沒有這樣子出來了 所以下次不要那麼勤勞 還要學什麼Photoshop 有沒有 自己 一鍵搞定 所以今天演劇會沒有學到沒關係 但是這個一定要會吧 因為演劇會你不見得 一定會用到 這有機會用到吧 好 那就 先給老師自己玩玩看囉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喔